在刮拉雪兰娥 两大阵营的部长及人物展开对决 引起关注 看守财长东姑扎夫鲁首次披甲上阵 挑战西蒙执政时期的卫生部长 祖基菲里 财长强推发展牌 而首途的前卫生部长则力打耕耘牌 来看本台特派记者陈思璇 从吉隆坡发回来的报道 竞选期第七天 国阵候选人东姑扎夫鲁加紧拉票步伐 他曾在银行任职 对于首次参选 他认为金融业和政治有些相似 不过处理和面对的课题更大更广 西蒙候选人祖基菲里 今天则走访水灾地区 他也是这一区的原任国会议员 祖基菲里因为东姑扎夫鲁前来挑战 而取消退休计划再次上阵 这场部长级的队磊将上演看守财政部长队磊西蒙的前卫生部长 银行家对了医生 再还没开战就已经成为城中的热门话题 那最终西蒙的老将或是国阵的政治新旧 在这场四角战中 无论谁突围都注定将成为雪兰的政坛的焦点之一 新传媒新闻记者陈思悬马来西亚报道